CYC社區青年中心新落成的 Eccelsior社區服務中心在昨天正式開幕 Eccelsior區是三藩市亞太裔發展最快的社區之一 當中亞太裔佔Eccelsior人口的41% 其中有一部分是低收入家庭 CYC社區服務中心的開設 得到市參與安世輝的撥款支持 至於為Eccelsior區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務和資源 社區青年中心由2022年1月開始為Eccelsior區的居民提供服務 當時並沒有自己的中心 只可以在圖書館或社區夥伴等地舉辦活動 調查後發現超過25%的參加者是來自Eccelsior區 顯示出該區民眾對其服務的需求很大 因此CYC決定在Eccelsior區開設社區服務中心 讓參加者不需要去到遠處的社區中心尋求服務 長者可以在這裏獲得文化和語言上的幫助服務 例如翻譯需求、交通信息、住房推薦和醫療援助 更會舉辦生活技能研討會、多元文化活動和技術等課程 而鄰近的Balboa高中一直都有與CYC合作 CYC的Eccelsior區執行 除了我們的年齡 我們去到我們的年齡 我們去到我們年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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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去到2020年 包括了我們年齡 特別是和我們亞洲遺殡公司 我們感到很多學生在Balboa都忘記了 我們希望他們看到 他們的家庭也看到 我們看到行動每天天天天地 他亦表示 社區服務中心距離Balboa高中只有8分鐘的路程 非常方便學生 CYC Excelsior社區服務中心的地址是35 Sam Ron Avenue 天下衛視記者李梓翼 採訪報道